2015年1月23日 在澳大利亚坎培拉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上演两一之战伊拉克对阵伊朗 两队首发中队长内科兰和尤尼斯 都是亚洲名将伊朗首发 1哈吉吉 3哈吉萨菲 4侯赛尼 6内科兰 C 西马苏德 8普拉利干吉 11加弗里 14泰穆里汉 20阿兹蒙 21德贾加 23普拉第一拉克首发 21普拉辛 5亚赛尔 8梅拉姆 9爱哈迈德 10尤尼斯 C 12贾拉勒 14沙基尔 15博尔汉 17阿拉 21阿尼尔 23瓦利德 比赛第24分钟伊朗队率先进球加弗里前 插送出船中小将阿兹蒙投球破门 第43分钟 场上发生意外伊朗对普拉迪在禁区内对以抱住皮球的门将哈桑有收拾动作 随后哈桑推倒普拉迪澳大利亚主裁威廉姆斯 向普拉迪出示黄牌 但他忘记了普拉迪已有黄牌 最终不得已罚下了普拉迪第56分钟捉益人作战的伊拉克班平比分 伊拉克左路发起进攻 右路爱哈迈德亚兴 无人盯防小角度破门 双方90分钟内 战成1比1比赛进入加实赛 加实赛开始几两分钟 伊斯梅尔佐路底线前扫船中路 席球发生折士老将尤尼斯门前投球破门伊拉克 2比1 反超第103分钟伊朗队班平 亚洲背后加盟天津泰达的后卫普拉利战机 高高跃起投球破门将比分班平 加实赛下半场迎来了真正的高潮 第116分钟亚塞尔制造犯规 伊拉克获得点球伊斯梅尔操刀命中伊拉克3比2再度超出 但是伊朗队更加疯狂 身高1米93的伊朗门将哈吉吉 也冲突进军一片混乱中 替补登场的古前内甲的投球破门 3比3比赛最终进行到了 第127分钟 中场哨音才最终吹响 127分钟6例进球加失赛 4球10人应战的伊朗队加失赛 2度落后2度班平 比赛最终进入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也充满戏剧性第一轮 哈吉萨菲提菲阿尼尔踢篇 随后三轮 两支球队军单无需发第五轮加负里 罚进老将尤尼斯 在巨大压力下罚进勺子点球 前五轮两队4比4平随后的一队EPK两队 在第六轮和第七轮全部罚进第八轮 伊朗队替补登场的阿米里击中力柱 伊拉克队后卫萨拉姆沙基尔轻推破门点球 7比6 总比分10比9 伊拉克淘汰伊朗 伊拉克队听进四强 最终在这届比赛获得第四名 这是2015年亚洲杯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比赛 伊朗与伊拉克奉献的这场两一之战 至今回顾起来都让人感到荡气回肠